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美國國會不是才通過 2023年國防授權法嗎 要派經貿安保的官員來到台灣 跟經貿有關的跟安全有關的 要進入到台灣的行政立法等機關 短期的工作 而且法案通過之前 你看受到國務院委託的 非營利的組織 就已經有代表來到台灣 跟AIT還有蔡政府溝通細節 就是要選派人員 明年就要註點到台灣來了 怎麼這麼急呢 那一邊再說有危險 衝突會越來越大 那一邊就很合理的 可以加大對台的動作了嗎 梁哥 現在初步了解 而且他派來的層級不高啦 而且他是一個 哲學系統 所以好像說第一年要學中文嘛對不對 然後我知道立法院 現在已經要成立國際事務辦公室 國際事務辦公室 就準備要接收他們來 立法院註點 用的辦公室就對了 不是就是立法院註點的部分 因為他們立法機關也要去 行政機關也要去 是 行政機關是比較麻煩 因為難道公文流程都要給你看到嗎 那密件呢 而且他放話說他要去的單位是 是經濟 軍事跟安全 這三種部門 那這當然會讓人家覺得 他好像是要來了解一些 美國對台灣不滿的部分 所以想要對詳情做一些了解 他們還有什麼不滿呢 美國的武器也買啊 比如說為什麼 我們兵役始終不能延長為一年呢 那到底卡在哪裡 對啊 卡在誰啊 三軍統帥啊 我不知道 就是AIT當然也會有他的情報 可是那個畢竟是從外面看 那現在就是要進入你裡面看 那比如說國防部 他們就看到一些公文啊 到底有沒有在處理這件事啊 這個你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那我再舉個例子 比如說他想要了解 台灣到底還有多少錢 可以買武器啊 那你不去看 還可以增加多少國防預算啊 之類的啊 你不去看公文你會知道嗎 或者去看預算書的編列 還是說要挖走下一個台積電 那個倒不至於啦 經濟啊 經貿啊 有關的啊 那個我覺得不是針對公司啦 是針對政府部門 是 都有啊 他都有啊 經濟 國防 安全啊 對 可是台積電是民營公司嘛 我講的是說 他要了解你政府的 到底在討論哪些事啦 那現在有 Fellowship Program的人 那是是誰 因為他是受國務院委託 然後是非營利性的組織單位 那都是掛名的嘛 那到底會是什麼樣子的人 他還特別講說不是CIA 講這話實在很奇怪 那會不會是地下CIA 不去CIA還去安全部門 那不是很奇怪 那會不會是類似像美國的 什麼基金會啊之類的組織 常常來台灣拜訪啊 辦活動啊 舉行論壇啊之類的 這樣的基金會 民主啦 民主基金會或之類的 民主基金會不會去住點上班耶 不 事實上我昨天就聽 我聽那個誰啊 那個介政兄 黃介政 是 是 他就在講說這個住點 因為來台灣做拜訪 做活動 這都可以理解 他要住點上班耶 那是監軍啊 對吧 所以他是要 到底要看什麼 是 住點上班的意思是 我請問你上班的位置要在哪裡啊 那所有的公文流程 需不要對你做保密啊 也就是說什麼樣的秘密等級 你可以看到啊 所以現在只知道 立法院有設置一個 這樣的辦公室 行政院還沒有看到 那行政院 行政院的回憶模式 必須要在半年內想出來 那府院會不會都有 府不可能啊 府不可能啊 其實因為那個級別也沒有啦 可是我覺得現在考驗台灣的就是 他要去的機構你能拒絕嗎 敢嗎 就是要問你這個嘛 我覺得你能不能說不 比如說 我們事實上 國防部或者是 很多單位啦 都會有一些很專業的 個別機構啦 他如果指定說我要去那個機構 是 那你能拒絕嗎 是啊 所以 我認為如果我們的政府在這方面都沒有考慮後果 那會有相當的後果啦 因為他們一定是有政治目的啦 對 他的政治目的就是要 廣義就是要摸透明啦 是 那摸透之後才方便接管嘛 就是這樣嘛 那 第二個就是 事實際上立法院也必要有所質詢啦 是 那被註點的單位要透明啦 要說明這些人在幹什麼 這個真的要我們很想知道啊 因為他的確是需要透明的資訊 那立法院就應該要求提專案報告啊 是 請問他是來幹嘛 對 因為我們不一定要接受啊 因為過去的經驗 我們台灣去美國註點都是立法院 我們的 那個台灣確實有 曾經有一段時間派人去美國的國會註點上班 那因為那個是相對公開的嘛 你怎麼可能去美國的行政機構上班啊 但是這個不一樣 這個就是來台灣的行政機構上班 我跟你講他如果讓你去 一定他們早就有那個安排 然後就是把你安排在 這相對上機密性等級很低的位置啊 一定是這樣處理嘛 好 所以我們就等著看 到底現在民進黨政府要給大家什麼樣的一個交代啦 因為這個事情實在是從頭到尾呢 太低調了 資訊都非常非常之有限 那突然之間就是日清亞洲丟出了獨家嘛 對啊 就這樣 對啊 所以我們都是要看日媒才知道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都是從那來 那現在你看 這個叫所謂的學人計畫 這就是複製日本的 曼斯菲爾德學人計畫的做法了嗎 曼斯菲爾德是美國的駐日大使啊 他離職之後成立基金會就是接受 國務院委託執行計畫 目的是要培養美國政府中的日本偷來協助推進對日政策的制定 顏老師請問一下那您對於現在剛才其實亮哥談了很多 那麼是不是真的就是在複製日本的這個學人計畫的做法 我自己是覺得說明年大概是美國這個門羅主義200年 美國本來是把這個拉丁美洲或西半球被視為它的勢力範圍 現在整個東半球這個太平洋西岸都是它的勢力範圍 而且這樣的一個動作 說老實話 我一向主張說你要來可以 那我們也要註點你的行政部門 因為你不是說我們不太瞭解你嗎 那我們也想瞭解你嘛 所以我們去搞不好可以真正瞭解美國的行政部門想什麼 那回頭來跟台灣溝通的時候 我們的自己的人員跟我們政府來溝通就說 其實美國行政部門裡頭是這麼想 這樣子也可以減少誤解嗎 如果美國今天要來是說為什麼搞不太懂台灣 有些政策怎麼推不動 那我們同樣也是可以到那邊去了解一下 但我想美國大概也不會讓我們過去 但這一批說老實話就是掛羊頭賣狗肉了 說老實話就絕對不可能說是只是來觀察一下 一定是有一些情報背景的 然後他們順便就是看起來好像是在學中文 在然後學完中文以後 一定是政府有一些關係嘛 不可能是NGO啦 我覺得絕對不可能是NGO 那好你今天複製這個模式像日本一樣 就是你擔心你是不是很多東西 因為日本人有的時候表面上說 這個好像答應你 但是他事實上他不想答應 他只是不好意思說不 所以美國人常常會搞不清楚這個 那現在他同樣他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台灣不是一直在講說 大家都在講說真病怎麼搞了個半天 都沒有消息 我覺得美國人一定也很困惑 那覺得說會不會註點會好一點 我覺得也不一定會好 這就是加強施壓 對其實是 就在背後一直推著你往前 對對對 朝著他的目標邁進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你知道在那個台灣政策法裡頭 就有這一條嘛 是 台灣Fellowship 那我一看到我們第一次看到 台灣Fellowship的時候 我們以為是他鼓勵美國人來台灣學中文 那只是學中文而已 就是說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所謂 這個中國通或台灣通 這樣對他們美國制定政策有幫助嘛 可是看起來不是 他還要那個時候 其實在那個台灣政策法裡頭 就有講了說要進到你政府部門的 立法部門的 要去做等於是 我們這樣講好了 KPE算是一種intern 算是實習 如果是實習 那對不起你就只能看一些東西 你只能了解一部分的東西 但我們有沒有人 曉得什麼是分寸 什麼樣來捍衛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 跟我們的主權 我覺得今天看起來 我們對我們自己主權的捍衛 就是不足的 對啊 今天其實現在變成 美國就是直接可以派人 來進駐到你的政府部門 對這個就是次殖民地了 直接接管了等於是 次殖民地了 這個閻老師說的次殖民地了 所以現在呢 這已經不是說 像原本我們看到AIT的官員 他們對於許多的政策 無法推行他們會表達關切 他現在是直接從美國這邊 就派了一個人來 在那裡盯著你監督著你 然後要你一直要朝著他的立地 對他的方向 對他的方向來做 同樣我回應剛才前面 William Byrne講的 一樣的嘛 就是說今天我們 我們如果真的 如果跟對岸關係稍微好一些 應該不需要那麼緊張 現在就是美國又過來以後 讓對岸更有一個pre-tax 更有一個藉口說 外力介入 那是不是就要動武了 是不是 所以本來根本就沒有什麼 如果我們今天是維持現狀 對啊 沒有要搞得出 你這是沒事找事 對沒事還增加我們的風險 是啊你沒事找事 然後害了是台灣人 對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